阿嬷這以前都只有吃麵包 我真的都只有吃麵包 她隨身真的都帶著麵包 我每次問她妳吃了沒 她為了不讓我擔心 她就說我吃了啊 連我帶去的東西 她其實一口都沒動 前天昨天開始有客人預約 她就會開始要衝回家 因為她要開始做她的那個 她開始 因為她當她知道她必須要負擔這個生命 我昨天看很多留言 社會大眾都一直想要捐款 那我真的覺得 我在這邊請求妳們請妳們幫幫他們 真的幫幫他們 他們真的很需要幫忙